来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俩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 一开始觉得 他是挺有计划的一个人 后来我觉得 慢慢地他就变了 我没觉得 我这样有什么不对了 他总是因为这些事情 跟我闹脾气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从来都是计划 计划 他的计划里 好像从来都没有我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跟他继续下去 我不想和他分手 如果是我错了 我可以为他改变 我也想让他多理解理解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刘26岁 来自河北会计 女嘉宾小泽22岁 来自河北戴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交往多久了 交往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怎么认识的 他在网吧工作 然后我长期是晚上爱去网吧 然后我慢慢时间长了 我就找他要微信 这么认识的 这个长期去网吧 不是故意因为看到他 所以才去的吧 有一定原因吧 有一定的原因 出现什么问题了 要来这儿 我觉得他这个人吧 太自私了 自私 他每天就是干什么事情 他都有计划 就是他没有计划的事情 他多一点他都不愿意干 不是 那怎么能就要自私了呢 不管你觉得有什么事 我都有计划 我都有安排 这是好事啊 我这是把时间 最高效地利用一下 不像你一样 总是磨叽 磨叽 那你见过因为五分钟 就扭头就走的吗 啥意思 啥叫五分钟扭头就走 就有一次我们说好了 我们出去就是玩 然后吧 他到我们家楼下了 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到楼下了 我一看他到楼下了之后 我就赶紧就把衣服就穿好了 我想出去找他嘛 结果一下楼 他人就不见了 人呢 他说是五分钟 你那是五分钟吗 我到下面之后 我掐着表等他的 整整十五分钟 他都没有下来 接着等啊 五分钟和十五分钟 有区别吗 你就因为这十五分钟 你就走是吧 你就不管我了 那他要自己早下来十分钟 他快点收拾 他不就完事了吗 那上次呢 上次咱们说好看电影去了吧 结果因为路上堵车了 这不是我的原因呢 堵车了 我告诉你了 堵车了 我可能会晚个二十分钟左右 我在微信上跟他说了 结果到那之后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走了 真走了 对啊 为啥 就是他从来不考虑别人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吧 就是喜欢什么事就计划一下 然后晚上 每天晚上就喜欢去健身 他晚了半个点 二十分钟过来了 然后那场电影 那岂不就看不了了 你要看下场的话 他晚上健身房 我又赶不上健身房去了 他就说晚二十分钟 就晚二十分钟 那我晚上健身怎么办呀 那你就不能不健身吗 我那天就是该练 我就是我就是想着 回家徒手呗 非要健身房 我就是喜欢那个 老师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计划的没有问题 都是他在玩 他在吃的 他就什么时候就都是健身 我们一起去旅游 去大连的时候 本来就是说好了 就是我们去室内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离市区比较远 我们去市区挺不容易的 我就说咱们既然今天来了 我朋友跟我说 那边有一场灯光秀 特别好 我说咱们晚上看吧 他说不行 必须要赶六点之前回酒店 因为他要健身 我说那你就别见了吧 我说灯光秀 我特别想看 他就不行 怎么跟他说都不行 那你就自己看灯光秀 去呗 跟朋友 让他去健身呗 我朋友没在 就我自己一个人 那就自己去呗 我主要是想 让他和我一起去 我觉得跟他一起 看才有意思 他就是想起什么就试什么来 我本来我就计划好了 我晚上去 然后他就看上 他就又不走了 又不想走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 又跟我耍气 那你就像在那儿看完 你健完身回来再接他吧 他不会接我的 健完身他还有别的安排呢 那怎么解释 你说健身算爱好可以 别的安排是什么呀 我就喜欢把什么事 就安排好了嘛 他就想起什么就试什么 我就受不了他这个劲 我想给他赶一赶 不是 你要生病了 你会去健身房吗 我会去呀 干嘛去呀 就是坚持一下嘛 健身是为了健身 你生病你去健身房干嘛 真有这事啊 这真的 有一次我发烧 发烧也去了 教练让你练吗 教练说尽量别练 然后呢 然后我就坚持了 就是练完有点头晕 你这太 他做所有事都这样 还是只对健身这一件事 他所有事情都这样 就是有一次的时候 我发烧特别严重 我当时特别难受 而且我家里也没有人 我爸妈就去外地上班了 我就说你过来陪我一下吧 我真的特别难受 然后他说不行 他有别的安排 那时候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是七点左右 他跟我说他 得十一点半才能过来 我说我现在发烧呢 不能放下别的事来陪陪我吗 他说不行 就前面安排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 就是那天我已经想好了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在收拾东西了 我想收拾东西去健身去嘛 然后我健完身之后 我还有一个就是注册会议室的网课 就是当时就已经约好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发烧了 你自己吃口药睡一觉 我不也过来了吗 他睡一觉 我到那儿不也是陪他吗 我直接过去陪他 他也是在床上躺着睡觉吧 反正这都差不多呀 我就想先帮我 那我特好奇你谈女朋友干嘛 其实你健身就行了 不需要女朋友 那你干嘛谈恋爱呢 我也是挺喜欢的 但是我就是 我挺喜欢健身的我也 那显然健身比他重要呗 我要较劲地说的话 是不是 一样重要 你看一样重要的 这还有什么好聊的呢 跟他分手啊 就是其实主要是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吧 我就还可以接受的 这你是可以忍的 但是就是他现在就是 把我爸妈都已经给惹了 他干嘛了 去年元宵节的时候 我爸妈就叫他上我家吃饭来 好事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就跟他说了 他说不行 他又安排了 没办法去吃 又健身去了 不是 他就说那个去年元宵节吧 我跟我一朋友说好了 我们一起去北京过 提前一个月当时 我就跟人说好了 然后现在他提前一个礼拜 他跟我说我去不了了 我怎么跟人说呀 你为什么什么事 不早点说呢 我都已经提前一个星期了 那我怎么办 我就跟人说好了 我肯定得去呀 什么朋友 方便问吗 就是男性朋友 我没问他什么性 你那么紧张干嘛呀 什么关系的朋友 一个发小 主要是我跟人说好的呀 我就是 不是你可以跟人商量啊 生活总是在变化的呀 我就是喜欢就什么事 就按照安排 你以前谈过女朋友吗 我以前没有 初恋啊 嗯 以后就是他了吧 嗯 差不多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这一定不变的 对不对 差不多吧 那人家真走了怎么办呀 真走就挽留他 那留不住呢 努力挽留 试过就行了 试过就行了 这就放弃了 嗯 也不是 行吧 那你怎么跟父母说呢 一开始想骗我爸妈嘛 我就说 他有点别的事 他和他爸妈一起吃饭什么的 然后我妈不信 因为他之前就 因为这些事 已经惹过我妈一次了 因为啥事 就是我妈过生日 啊 本来我没想叫他去 因为都是亲戚朋友 我怕他腼腆 怕他害羞嘛 就没想叫他去 这样子之后呢 我舅友们就说 你把你男朋友叫来呀 一起吧 我就想 行了 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吧 他就怎么又不来 然后最后整得挺尴尬的 我妈也挺不高兴的 我觉得当时挺上火的 哦 又忙啥了 他就是有什么事 他就 他不管别人 他就想起一出事一出 我当时也是已经到街上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去 他当时又是晚饭那点 他又突然就跟我说了 你穿饭在练不药吗 我就受不了 他什么事都不提前跟我说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他追你的时候你也这样吗 只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 挺有规律的一个人 因为就是他每天 我的意思是他会为你变吗 没太注意这个 交往之后才发现他这样 一直就这样 对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还是只对你的事这样 他对所有的事情都这样 健身不能变 跟朋友有约不能变 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变的 就比如说吧 那天的时候 我在家待着 然后那天天特别黑 然后把他有点下雨 我就说你别出去了今天 那天他应该是和朋友约好 一起去打篮球 在篮球馆 我说你别去了 我真的特别害怕 而且你也不指定 什么时候回来 再出危险怎么办 他就不听 怎么跟他说都不行 他就非要去 打篮球 对 非要去 那我也不能因为就是谈个恋爱 我就没朋友了 他就详细一说诗一说 我都跟说好的事 我都不就爱 不是 你带他一起去呗 他不就害怕吗 你带他去看了 不就不害怕了吗 不是 他还不喜欢 就是篮球场吵吵闹闹 然后他就想让我跟他 在家呆着 什么事没有 那就在家呆着吗 难道就 那不呆着干嘛呢 问题是我跟朋友 你不是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 女生喜欢逆着你吗 你得做一些改变啊 你时间安排的时候 你要考虑他呀 因为你不再是单身汉了嘛 你这牌那么满 但是我别的朋友 他们也都去了呀 就是他们都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呀 我听明白了 这恋爱谈得怎么样 就觉得他什么事情 他都只是按照他自己的原则干 他不会为了我做改变 那你不也坚持了两年 或者叫爱了两年 不是也舍不得他吗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影响到 我们的之间的感情了 比如说就是出去玩的话 他连几点起床 几点吃饭 几点睡觉 他都制定的特别的那种 让人很紧绷的感觉 一点都不放松 那如有违背呢 若有违背 他就批评我 就和我打架 比如说晚上 他制定的计划是十点睡觉 然后我十点零一 还在玩手机的话 他就把我手机抢过去 就说我一顿 他大万一他不睡觉 在那玩手机 十点 他对眼睛也不好 完了还不让别人睡觉 第二天还起不起床了呀 这浪费时间 我感觉更不明显 你说浪费时间 那早起呢 早起的时候 本来我们制定的计划 是去游乐场 结果那天天有点阴 我就说别去了吧 万一下雨呢 他说不行 今天就算是下雨也得去 就没办法 我们就去了 结果当时真的下雨了 下雨了 我就说那回来吧 对呀 他说不行 今天计划就是要去游乐场 没办法 我们打着伞 逛了一圈 然后回来了 不是 那怎么说第二天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行程 安排好了 第二天还要去海洋馆 当天就是定的就是去游乐场 那为什么不是当天下雨 先去海洋馆 二天再去游乐场 但是当时上午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下午会真下 就是上午比较有阴 那你这计划做得不行啊 现在那个天气的上升 多厉害啊 查呀 你不相信有特计划的人啊 就是你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你是这么一个 有规矩的人 还是其实你对这个姑娘 你想控制啊 我是肯定是想让她听我的呀 你看 你就说实话嘛 你不能说我有规矩嘛 我是想让她听我的 咱得说实话呀 你这次来是因为什么事而来的呢 这次事就是因为他现在 他原来是干会计的 他说这个吧 不太适合他了 他想去干一个别的 想去北京发展 你们现在不在北京 对 我们现在是在河北 在河北 我就不想让他去北京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地恋的话 就不太能保证我们之前的感情 那你就跟他去北京呗 可是这里我爸妈又不是很同意让我去 而且他也并不想带我去北京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兄弟 就是因为在我们那块 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机会呀 在那块有一次 我去找朋友 然后在那块的健身房健身 然后他就看我就是还行 想留我在那 然后我跟他谈得也不错 我觉得在我们那块 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就是做健身教练去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去北京 是吧 对对对 那他怎么办 我可以每周都回去 然后每天晚上也可以 现在就有微信 有电话之类的 就是一地了呗 对 那你愿意为他留下来吗 放弃这个工作机会 我现在还没有做决定了 他的意思就是不行 没办法 必须要去北京 因为北京的发展很好 那对这个事儿 你是个什么态度呢 就是如果他非要去北京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我不太能接受一地恋的 就是他固执 就是我这是为了更好的 就是发展自己 我赚的钱也是给他花呀 他就不想让我就是去 大城市发展发展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也不错呀 我注意到资料上面说 女生现在等于是待业 对吧 我现在找了一个工作 幼儿教师 但是还没有去呢 准备上岗了 对 是吧 不是没工作 是个意思吗 你去吧 女朋友跑了 反正也没关系 对吧 不是没关系 关系重要吗 重要 那你觉得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兄弟 因为你看别人也有异地恋呀 他们不也都好好的吗 是 那别人也有异地恋 别人也有吹的吗 我感觉为什么到我这就不可以呢 而且我这也是为了好事 也不是就是 为了谁好 都好吧 应该 这好啥呀 不都你好了吗 我问一下女生 在你们两年多的这个交往过程里 男生有因为你而改变计划的事吗 还是一次都没有 在我记忆中没有过 我感觉他说的有些夸张 有吗 我也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那想还是没有 这两年多跟他交往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最大的快乐就是 他这个人比较守原则 他答应我的事情 他就一定会做到 就是他承诺的事情 他都做了 对 但是他的反向就是说 因为他这样你说的矮板也好 他的计划性比较强也好 或者叫固执也好 或者叫制女也好 另一方面其实就是 他不融通是吧觉得 对 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希望就是改一改 他这个毛病融通一下 你们俩吵过架吗 吵过 一般都是谁让步呢 一般都是我 你让过步吗 我希望他听我的 就你找这个男朋友 可能就是这样 他希望他是生活的主旧 然后你围着他转 愿意吗 不愿意 工作和女朋友选一个 那我感觉得先发展自己 注意啊 健身和女朋友谁重要 我觉得是一二 工作和女朋友谁重要 男生说 我觉得得先发展自己 是吧 其实我觉得小伙子 特别坦诚 就是他很坦率地 说出了心理的想法 女生呢不是不喜欢 而是觉得这种脾气 不让步的性格 或者他这么守规矩的一些方式 让你接受不了 是 现在最大的困惑 不是这种方式 带来到生活上面的不顺 而是要出现 女生最害怕看到的局面 叫异地恋 对吧 对 那你心里面 他多大的分量 你能告诉我 排地级 排地级跟什么比排啊 健身 工作 父母 朋友 女朋友 你排一下 第一位 那我感觉父母 父母 健身 健身 工作 工作 朋友 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 行吧 初恋啊 可能不太明白这些道理 老师们看看这个道理问题 出在哪儿了呢 让密西进入丘比特婚间 问一下女生一个问题 假设男朋友她的这种 做计划性的行为模式 不会变化 就这样了 你会选择分手吗 我可能应该会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她的这种情况是性格使然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这个性格呢 我们也来看 两个方面 她呢 不坏 她也爱你 她爱谁都这样 她不是不爱你 是性格使然 再爱一个女朋友 她也这样一个相处模式 刚才她也很坦诚了 说清楚了 排在第几位 很多的计划 都是她个人的计划 她答应你的事 她也会承诺 她会爱你 也可能会和你结婚 成的东西 也可能会做到 她可能不会有外心 但是这样的模式 可能一直都这样持续下去 这就是你要面对的一个选择 她的个性里面 属于这种比较自我的 不叫自私 自私是怎么讲的 自私是损人力气 我伤害别人 我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自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干什么 就按照我方式去做 我无意去害别人 这就是她的一个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 刚才也说过了 不会轻易发生变化 当然她有她的好处 所以选择就在这里面 不要做任何期待 其实我个人认为 异地并不影响到她爱你 甚至也不想到 有可能你们走在一起 但是恰恰是 你要思考的问题是说 这个模式不变化 你最终选择是什么 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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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几年又过去了 最后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这个我希望今天告诉你 不能变了 你要不要变 那么男生呢我想说 你的这个性格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累不累 挺累的吧 挺累的 对吧 其实你在自律 对 我自己一定要说到做到 我答应别人的事 我反悔了 我自己良心了 我受不了 别人不说 我自己就受不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呢 其实它是有不变 和变化两种力量 如果你只坚持一种 那也就说 你只活对了一半 另外一半 你将视而不见 其实看似你在做计划 但表面上 你的计划 真正顺利成功的 或者达到你的目标的 一定还有达不到的时候 所以不是所有的计划 都那么完美 计划里面一定要 灵活的东西 虽然我说了性格不好变化 但是只有你自己 愿意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一定还是有可能的 要不然有我们 这种职业的人干嘛呢 那么我们学习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说了 心态决定命运 学习改变命运 我想说的是 你的性格当中有利弊 但是如果你愿意发生变化 一切还是有可能的 你的这种性格里面 它一定会让你未来 会处处碰壁 其实看似你和别人的 关系很好 但是走得再近一点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冲突 只是表面上的好 别人会认为你 比较真诚 说话靠谱 但是走得再近一点的时候 就走不进去了 一定是这样的 女朋友 今天已经在犹豫了 也就是说 你在两年期间 你一直很认真地 在执行着你的计划 甚至你的恋爱计划 但是你发现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就拿健身那个例子说事儿 健身是为了健康 当你病了还健身 你已经在损害健康了 所以你的计划 在某些层面来讲 那叫做行事主义 所以你为了追求你认为的计划 其实在损害你的结果 那请问 你的计划重要呢 还是计划最后中的结果重要呢 结果重要 对一定结果重要 你的计划是为了美好的生活 那你又告诉我 你又很累 然后和你身边生活在一起的朋友 你的女朋友 甚至你的家人都很累 那你要的又是什么 所以适当地放松一下 多一点灵活 然后这样的话 你才能吸收更多的东西 你才会有进步 如果你一直活在自己的思维里面 你就不会长大的 慢慢慢慢地发现 你很努力 但是你很失败 希望今天我的发言 能够给你一些思考 好吧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余老师 女生 我真心觉得她不够爱你 真的 你再说性格固执 再说自律 但如果真的是那么爱一个人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不相信一个人就死板道说 我完完全全不可以变 就要按照我的规则 如果真的是重要的 紧急的大事 可以 她坚持原则我支持 我们可以包容妥协 都是点芝麻大的小事 都不愿意为你妥协一步 我不知道她心里有多爱你 这就是我的直观感受 但是我想跟女生说的是 虽然说她做得不够好 但我们针对每一个人去 做这种人际亲密的交流的时候 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们俩也确实不合适 她这样一个钢铁直男 而你又是一个很冷的姑娘 当她说不的时候 你必须听我的时候 你也不会撒娇 也不会给俩什么填枣 那你一副冷脸 只有吵 所以你也不适合她 其实这种男生 也会有姑娘点燃她的 当她说 我今天必须健身 电影看不了了 那你旁边撒娇 你看我就想看啊 这个你别去健身了 明天我陪你哈 也许就解决了 你解决不了 而男生 你刚才的排序 让我特别的失望 就哪怕你稍微说 我为了女朋友的面子 我把女朋友排在健身前面 排在朋友前面 你连一点面子都不给她 你不是说性格怎样 你是压根就谁也不爱 只爱自己 哪怕你心里不爱她 她跟你好了两年 你给她一些面子说 女朋友排第三 或者有些可能会表达男生说 我不管我爱不爱她 我女朋友排第一 对吧 这是人际交流的常情 如果连你基本的交流 你都不会 我觉得不是你性格的问题 就是你不愿意为对方 付出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反思 两年的时间了 你都不能够好好地待她 让她觉得开心 反而是让你们的距离 越来越远 在这段案情中 你究竟有没有爱 究竟有没有学会怎样去爱 如果学不会 你就不要耽误她 如果总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爱情 你就先建你的身 找你的工作 等你开了窍 你再谈恋爱 好不好 这就是我给你们两个想说的话 至于何去何从 你们自己判断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都说男生计划性很强 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适应变化的 比如说要去北京工作 是在你计划当中的事情吗 不是 显然不是 如果你下班的时候 你的领导跟你说 得留下来加班 你做何选择呢 你一定是要加班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生活中 也充满着变化 你是知道的 只不过关键在于应对这个变化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觉得这事值不值得去变化 在你跟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所谓不能变化 说定好的事为什么要违反 差十五分钟来了我就走 种种的行为就在于说 你只是要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当中 你是说了算的那个人 我同意的事情 一定要跟着我来 这样才能体现出 你在这关系当中的强势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至于说你把它排在了第五位 在我看起来 你说的的的确是真话 也就是说这个排序 就意味着现在 其实你不是在谈恋爱 因为谈恋爱 是两个人在一起 共同谈 共同计划 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做 才能让彼此都开心 但真正你们俩相处当中呢 貌似开心的是你 对吧 都听你的 其实你真是那么开心吗 也不是 所以说在这个计划当中 如果是两个人 共同的这种生活的话 一定是双方都同样开心 这样的计划 我们才能去做 同时如果这个计划 有一方不开心了 去调整 那这样的两个人都能开心 或者说某一方觉得 我为你不开心 我开心 这样的话 你们才能走在一起 显然这个女孩 并没有达成 在你心目中的这个位置 她并不能让你 能够去产生变化 所以她不应该 在你的计划当中 成为一个环节 所以说她根本 没有走进你的内心 女孩 其实你早应该觉醒 不是她计划性的问题 也不是她人性格的问题 而是说你和她在一起 是你们俩 根本就没有在一个 平道上去沟通的问题 她如果遇到一个 她觉得很好的女孩 真正符合她的女孩 其实她愿意去变化 所以说你没有找到对的人 但是你又觉得很省心 这就闹心了嘛 所以说尽快的 我觉得你们就好合好散 让自己快乐的计划 是最重要的计划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计划用于要求自己的时候 是自律 但如果计划用于 要求别人的时候 那就是自私 我们的这一生 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除开那些不可抗力的人 天灾人祸之外 我们都在调整 调整的原因 有为了父母 为了工作 为了朋友 等等等等 而你却只排在了最后 但是当她把你排在最后的时候 你好像并不动了 我们有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错觉 就像你 你认为一个特别自律的男人 其实是具备优秀品质的 跟着这样一个极其自律的男人 是靠谱的 所以才会让你坚持到现在 但是逐渐的你变得 你觉得这种所谓的靠谱 有点变味 有点 不太具备人性化 久而久之 你好像也变成了计划当中的一环 成为一个木偶 所以你看今天整个在场上 你们两人的表情都像木偶 脸上是纹丝不动的 生活是形同死灰的 如果计划本身 是不含有幸福和情感 而只是非常冰冷的环节 那你觉得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过点正常人的生活 就这样 好 谢谢佛老师 人是有情感的 当一个人失去了 做人的一些基本情感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人没有朋友 比如说一个人心里没有妇女 比如说一个人心里没有同事 比如说一个人心里没有 基本的怜悯和同情之心 这个人的情感还有吗 你们这两年的恋爱谈得真是 把感情给谈没了 那我建议你主动地 跟那女孩说再见 不要耽误你 也不要耽误自己 你妈为什么着急你 你舅舅她们为什么想见她 我相信是因为她们觉得 你在生活里不快乐 她们看到了不快乐 所以她们特别想见一个 又让我女儿日思夜想 或者有所牵挂的男人 同时又是一个不能给我女儿 带来快乐的爱是什么样的 所以像个男人一样 面对事实 别再骗自己了 女生啊 是元宵 吃完了团圆的元宵之后 对一些人来说就是再见的时候 来年再见 对一些情感来说也是画句号的事 其实画句号不也挺好的 有一段新的开始 幸福的开始 我想这才是咱们 过这种团圆节的时候的 另外一种意义吧 团圆是在一起 也是对过去一年不愉快的告别 是对新的一年的一些期许 祝你们快乐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这歌《古发红堂》真情六十秒 我就希望你能够别总这样了 我知道你做的事情都特别有计划 但是我就希望就是你所有的计划 都能带上我 都能把我放在你的计划里 其实刚才听完各位老师说的 他和你说的 说让你离开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有感触的 但我心里还是不想这样 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都这么说我了 我也知道我自己肯定是有问题 我会慢慢改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过来的 我会慢慢地改变自己 行吗 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这么固执了 你们多喝点知识吧 因为他们的广告语是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 靠知识 来吧 两位 现在请一起打开俊乐堡的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怎么个意思 男生那个记忆怎么是俩核桃 怎么个意思啊 之前吧 因为我的问题 弄得他们家长挺不愉快的 我知道他爸特别喜欢这个 我就专门找了两个给他爸的 希望他爸能开心一点 来 姑娘送的什么呀 就是每次就是因为打架呀 或者是他把我排在他的计划之外之后 把我一个人扔在家 我就织点毛衣 一直不觉这毛衣就织完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接着把我排在计划之外 因为我还可以给你织一百件毛衣 行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官们 古方鲜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礼之旨 知识酸奶就和君乐堡长知识了 本节目由君乐堡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亲们 来吧 我已经反思我的错误了 我现在已经把你的怨气 全部穿在身上 我已经知道我错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慢慢地 改我的习惯 咱们一定能好好的 相信我 相信我 给我一次机会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一位师提供的深海 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 就喝君乐堡长知识了 古方鲜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鲜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 鲜红糖礼合一份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这次我一定会把里面都安排 把你安排得最重要 我还是不愿意失去你 来 请亮灯啊 哎 你还去北京吗 嗯 我决定不去了 啊 不去了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么快就变了 来 请回吧 请回吧 生活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只是祝愿如果他们真心相爱 如果真的他们有所起悟能够调整 祝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开心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